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炒排米粉 这是江湖排米粉 江湖排米粉也有几个 我都吃过 这一款是最好吃的 我今天选择的配料是芽菜 这些芽菜我自己做 一星期吃两次芽菜 每个星期发两次 夏天两次冬天一次 这个有少许洋葱 这些是小葱 这些香葱 有些火腿片 切丝 用来炒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放些鸡蛋 煎蛋饼 放进去 随着大家自己放些材料 但芽菜炒 加上洋葱 炒出来是又爽又甜 很好吃 还有这个红萝卜 刨些红萝卜丝 现在先浸了米粉 我们有高粥的 高粥炒粉 这里有一排半个米粉 加上材料 三人份就够吃了 轻轻洗一洗才浸 它也很干净 水一定要浸过面 最起码浸四十分钟 到五十分钟左右 放在一边 我三个人 一般拿三片 两到三片就够 洗洗它 冲一下水就可以了 大红萝卜 没有浸会 切太并 切太幼 切太幼 炒的时候 切太并 切太并 切太幅 切太并 然后刨红榄细丝 多一点就随你自己 这个是沟开的就够了 切洋葱丝 粉浸足时间 浸足时间之后要浸泡 然后芽菜要洗一洗 芽菜洗两次就可以了 这些芽菜是自己做的 放两只蛋 把它拌匀 现在热一下锅 等锅热了之后 放些油 也不需要放太多油 调中小火 把蛋放进去 煮东西一定要观察 这个很重要 锅热 关火 移一下锅 放些油 扩油 然后倒入 炒至锅中 放入洋葱 烤至杆当底深 放入鸡肉 放入鸡肉 放入油 放入半碗的葱 爆香 冷火 放入蘿蔔 放入蘿蔔 放入白糖 放入鹽 放入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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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豉油 芽菜变成黄色 芽菜变成黄色 放入姜 放入胡椒粉 放入鸡肉 放入葱 放入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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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热 焯热 炒粉 放入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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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香 炒至鸡肉 放入鸡肉 炒至微粉 火不太均勻 会觉得有点均匀 火力要调较粘 粘粘的 粘的粘贴 鸡蛋的鸭鸭鸡 高中火炒均匀 加入酱油 这是日式酱油 日式酱油大约是甜 放少许酱油 放少许酱油 放均匀 放入鸡鸭鸭鸡 肚穿味 干净 不要被干净 继续调慢火 强热 煮食一定要调火 否则不能调 要慢时调大 放入芽菜 少許芽菜汁也不太好 放入芽菜汁很甜 放入雞蛋 拌勻 用慢火炒 拌勻 拌勻 這些粉是煮食 所以不要太鹹 淡淡就可以了 已經很好吃了 拌勻至乾爽為止 散開 關火 煮食 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裏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可以試一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 拜拜